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七七八八,我是七七 今天我们要穿越一下回到唐朝去说一说 贱人到底是什么 当然了,此贱人非彼贱人 现在我们说贱人的话算是一种脏词 主要是用于侮辱别人 但是在古代在唐朝 贱人它只是一种身份 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像警察 医生、律师这些是自己选择的 但是贱人不是,他不能选择 是与不适并不是自己说都算的 那么他专指某一层社会阶级的一个名称 并不是说像现在一样是道德谴责 或者去人格侮辱别人 他只表示一种社会身份 贱人和良人在唐朝中期以前 他是井水不犯河水的 是精畏分明的 那么中间也不存在什么灰色地带 但是在唐后期 贱人和良人就开始交叉感染了 其实听到这儿 大家应该也明白 为什么找另一半的时候 会有寻意良人这种说法了吧 其实良人并不是说 我们现在理解的那个 跟你情投意合的一个有缘人 或者是一个比较好的人 他原本的一个含义指的就是要找在良人这一阶层里面 他找的是这一种身份的这个人 贱人 他是一个非常粗略的一个阶层概括 就像是政府的工作人员吧 那人人都可以对外说我是公务员 但是省委书记和基层干部就还是有等级之分的 所以呢 他贱人作为一个一层这个社会阶级里面也是有一个比较细致的等级划分的 而且这个等级的不同啊 还会造成他们有不同的权力和分工 这个等级并不嘴上说说啊 他们差别待遇其实是相差很大的 像是那个各种影视剧里面出现的奴婢 就是贱人里面最低贱的 虽然现在呢 这个古代的影视剧它清朝剧比较多啊 然后清朝其实已经不怎么存在这个贱人良人的等级划分了 这个奴婢呢 它能低贱到什么程度呢 唐朝的律法条文里呢 就直接写着说奴婢贱人 律笔畜产 就是奴婢这级的贱人呢 在法律上呢 是跟畜生是一模一样的 比如说一个主人家在不通知官府的情况之下 把自己家的奴婢杀死了 那么如果这个奴婢是因为有罪的话 那么就会账一百 就是对这个主人的惩罚 那么如果说 这个奴婢是没有罪的 他就是随便把他杀掉了 那么这个主人就要被涂一年 但是 在法律之上 如果这个主人家在不通知官府的情况之下 杀了自己家的一头牛 也是一模一样的惩罚 也是要被涂一年的 而且呢 这个奴婢啊 他结婚也得听主人的 而且生出来自己的孩子呢 也不是自己的孩子 而是属于主人的一个商品也好 物件也好 而且这个主人还能随时让这个奴婢陪自己睡觉 其实这个奴婢已经嫁人结婚了 也是一样的 听到这儿呢 大家是不是对唐朝的印象有一点点改变 如果穿越的话还会选唐朝吗 好 那什么是比较高级的贱人呢 季就是 甚至季呢 它是允许跟良人通婚的 在阶级明确划分的时代呢 贱人和良人是绝对不能互相通婚的 但是季虽然也属于贱籍 但是它却被允许与良人通婚 而且这个季呢 并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认为那些做皮肉生意的女性 在那个时候的季 它就只是指歌舞季 即乐护 那这个约虎它就是分为三种 本质都是歌舞季了 但为什么要分类呢 因为它们 分别为三个不同的机构服务 听名字大家就可以听出来 它们分别是为谁服务啊 就 公纪 官纪和 营纪 这三种它们全是歌舞季 在做日常工作的时候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它们只是服务的对象不同 而公纪呢 它分为两种 而公纪呢 分为两种 像外教坊的那些公纪 它们每天就是弹奏 雅乐 主要呢就是为了什么祭典的时候用的 所以就特别的无聊听起来 然后就随时让人像打瞌睡那种 然后它内教坊的那些公纪呢 它们虽然就是 乐曲也好 舞蹈也好 是为了公宴啊 取乐所用的 但不太高级 也就是不艺术 那自诩为大艺术家的这个唐玄宗呢 他看这俩就不顺眼 所以他在 所以那个中期他发颠的时候 唐玄宗因为嫌弃他们 就自己组建了另外一个歌舞团 他自己当做总导演来编排这个歌舞 尼长羽义武呢就是唐玄宗的得意之作 而且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清朝的官 他是不能在自己的家乡做官的 而且如果他去做地方官的话呢 也是不允许超过三年的 就在一般情况之下 那么唐朝也是 而且他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术语 叫做呢 游换制度 而且古代的交通呢 大家懂的都懂 就是一个人他去走马上任 三个月五个月也都是常有的事情 也都是很正常的 那如果说这个人如果要脱家带口的话 那这个人其实也就不用去了 所以呢 一般都是自己去 那这也是 其实很多人都想做京官的一个原因 即使他在那个京都做一个比较小的官 也好过他去外地啊 做一个比较大的官 因为做了京官的话就不用到处奔波了 而且也离这个权力中心更近 那这个官计呢 就是为了温暖安慰这些 空虚寂寞冷的外地官员们 虽然他们有时候难免会有些情愫暗生啊 但他们就一般都是过眼云烟啊 就是谈场恋爱就结束了 他们很少会有修成正果的时候 而且这个G呢 他是不像奴婢一样的 G他只能陪你唱个小曲喝个小酒 或者聊聊天啊 十四歌父达呀 这个五文诺墨一下 你对他说呢 来表演一个 那这是没问题的 因为这就是他们的工作 但是如果你不顾对方的意愿 非要今晚要一起睡觉的话 那就等着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张三 这一点就和奴婢有很大很大的不同了 因为奴婢是没有任何的人身自由可言的 而且那个一直到这个唐朝快宋朝的时候 良人和贱人的这个界限呢 才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最终其实就是这样一步一步 然后不停的互相渗透嘛 然后到了最后呢 这个清朝雍正帝他彻底豁免了贱级 才是真正变成了一人之下万民平等 听到这儿之后大家是不是觉得啊 雍正做的针对真好 但是这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说从唐朝 然后到了宋朝 然后再往后大家一步步的这个 要把良人和贱人抹平呢 就皇上是因为好心嘛 就是去可怜这些贱人也好或者怎么样 其实当然不是出于这样的目的 因为他们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集中权力集权 那么当出现了万民平等的局面的时候 那么实际上呢 雍正他并不是把贱人变成了良人 他是把良人也变成了自己的贱人 对就是实际上呢 他是造成了这个万民都成了皇帝 也就是他自己的贱人 其实这也就是托克维尔所说的那个平等的奴役嘛 是一样的道理 那么雍正他当时对这个社会 就是专门进行了这个数字化 简单化还有军制化的一个改造 他的目的就是加强皇权嘛 但是你看一下从唐朝 然后到了雍正才算彻底完成 就知道其实皇权也是不那么好集中 不那么好独裁的 可是不容易啊 而且呢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是 中国是从来没有过奴隶社会的啊 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有奴隶 这是当然 因为奴婢它其实就算是一种奴隶嘛 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人身自由 然后从头到脚都归这个主人家所有 然后呢而且也没有财产权 对对对而且这里还要先理清一个概念 就是财产和财产权是两码事是不同的 比如说小明他手上有500块钱 这个时候呢他属于有财产 但是主人呢他第二天就可以直接毫无理由的 把他这个500块钱要走 那他的财产就得不到任何的保障 那么小明其实就是有财产 但是呢没有财产权 所以归根到底呢就是有奴隶呢 并不代表着你这个社会呢是奴隶社会 其实它最大的区别大家可以从这点来看 就是像罗马它就是一个奴隶社会 就是那段时期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呢 你去看那些种地的 然后干粗活的就都是奴隶 你是见不到一个罗马公民去做这些事情的 但是中国就没有过这种时期 因为中国当时下地干活的最多的还是电农 就他从身份上就还是良民 还是正常的人 所以说他就不算是一个奴隶社会 也就是说呢这个社会的生产 如果全是奴隶生产的 那就是奴隶社会 如果不是的话那就不是 跟这个社会里有没有奴隶存在 或者是奴隶的数量有多少 关系并不大 但是像是在那个黑奴时期的美国 虽然说黑奴他很少会拥有自己的财产 但是如果黑奴拥有了 那么其实是受保护的 也就是说黑奴他作为奴隶 反而他还有那个财产权 那么相对于这个美国的黑人来说 中国的奴婢就更可怜一些了 所以洛克就说这个财产权比生命权更重要 因为有了财产权 其实你才算是一个人吧 而像中国这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这个概念其实从根本上就决定了 没有任何人可以真正的拥有任何东西 没有任何东西能毫无疑问的 百分之百是属于自己的 也没有任何的制度也好 或者是方式去保护你暂时拥有的这些东西 因为今天是你的 明天皇帝就可以直接拿走 那就毫无意义嘛 而在当时唐朝的社会 除了贱人和良人之外 其实还有一类人就被称作不良人 这些不良人他在身份上是属于良人的 但是他们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工作不太好 一般他们的工作都是像是什么 县令在升堂的时候 在那边两排站着 然后往地上边储着棍边喊威武的那个工作 学名叫做这个战堂役 还有实施那些帐行的人 还有捕快之类的 其实这些都属于是不良人去做的一些工作 那么因为这些工作他普遍被人看不起嘛 但是做这些工作的人 他的身份上又是良民 所以在唐朝的时候大家就给他另起了一个名字 就把他们叫做不良人 那这些良民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不体面的工作呢 因为这些人他本身其实就是一些当地的一些地痞流氓 他们本身就非常擅长做这种不三不四的事情吧 所以给他们安排这个工作呢 一是可以让这些人不要再到处这个惹是生非了 二是呢这些人其实本质呢就很适合做这些 也比较拿手 再到后来呢这些不良人继续发展 然后这些到处这些抓人的人也就闲于翻身了 像是明朝的锦衣卫 其实就是不良人的升级版吧 那么贱人良人不良人甚至官员本身 在专制独裁的时代有没有本质的不同呢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啊 但在我看来我觉得是没有的 他们在日常生活还有一些权力上面 肯定是有不同的就是日常生活上来看 但是在本质上 但是在本质上他们还是皇帝一个人的奴隶 只是就像我之前说的贱人分等级 他们作为奴隶也是有高低之分 但是他们本质上是统一的拥有的一个身份 所以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毕竟呢皇帝可以对他们随时喊打喊杀 没收他们一切的东西 心情好的时候还需要找点理由 心情不好的时候甚至不需要任何理由 就像胡孩杀人朱棣杀人 就都不需要任何理由 那么而且朱棣还有个更可怕的一点 就是他当时因为他有一些心理疾病啊 他每天都要对自己的公币 也就是公里面的奴婢 去用一些非常残酷的心 然后去看他们那个尖叫也好去折磨他们 他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 他不需要任何理由 他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病态心理 就可以随意折磨 然后随意杀随意折磨这样子 那么朱棣可不可以对官员们这么做呢 我觉得其实也是可以的 只不过相对来说 这些官员对他更有用而已 所以他可能不会那么随意 但如果他想他还是可以这样做 所以这些官和奴婢之间 也就是利用价值的高低不同而已 那么呢在现在这个 更加扁平更加平等的数字化时代 对于一个独裁政府来说 也就是专权集权的政府来说 平等的奴役是不是可以进一步加剧呢 嗯你猜